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時候孩子到了這個年齡層 他會互相的邀約 不管是... 有些男孩子會邀去打球 有些女生會邀去逛街 或者他們要一起去烤肉、一起去郊遊 那我是覺得說 都不要太積極地鼓勵他去 或者禁止他去 那盡量能夠去了解他跟哪些人要去哪裡 然後是什麼樣的時間段 然後是做些什麼事情 那了解清楚 如果有些疑慮 父母可以告訴孩子 我擔心的是什麼 但是你只要告訴他就好 而不是因為我擔心所以你不可以去 我擔心我是讓你去注意 但是去不去由你決定 那我是覺得說 讓孩子他自己嘗試 不管是在學校 或者是在課後、校外 他跟同學互動的情況 另外有些時候也會牽涉到這種 比如說打電話 不管是肆虐電話或者手機 有時候跟同學一講 就講半個小時 講一個小時 等等 那這個部分 也不要 父母也不要有太嚴格的限制或要求 因為我覺得說 到了國中以後 這個孩子的生命 應該是開始進入一個 學習獨立 學習自我管理 所以他既然要自我管理 那父母就不能夠太強力的、強制的去管束這個孩子 所以可以跟孩子討論一些原則、一些方式 那所以父母去弄清楚自己的經驗或者自己的想望 那同時也尊重孩子他自己的需求跟他的看法 那之間怎麼樣去協商、協調出來一個雙方都比較可以接受的一個決定、一個協議 然後去試試看 所以我是覺得在這個階段很容易彼此會有情緒 小孩會有情緒、父母也會有情緒 那會對彼此不滿 那我覺得說這個階段有一定程度的衝突是正常的 所以父母要不怕衝突、不怕孩子生氣 也不怕告訴孩子我不舒服、我不喜歡這樣 但是勇敢的去對待彼此 所以父母要盡量避免失控、情緒失控 就是父母自己本身不要失控 你可以有情緒但是你不要情緒高到失控 那你的孩子也會有情緒 但是你不要一直刺激他、刺激到他、他失控 所以你不要失控、你也不要讓孩子失控 那情緒的溫度到一個程度要有警覺性 就是暫停、到此為止 然後沒有談完的、沒有談出結果的 我們可以等下一次 我們各自想一想、各自感覺看看 我們能靜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找機會 我們再坐下來、再談 以這樣的方式來替代 那不要有那種用權威想要去壓制這個孩子 然後要讓孩子按照你所要求的、你所希望的方式 我這邊講起來好像很輕鬆 但是對很多父母很難 有些是因為自己的經驗 因為從小也是被父母管教出來的 所以你到這個階段你就忍不住要去管教 你沒辦法允許孩子不尊重你或者不服從你 所以孩子不尊重、不服從你的情緒 就會一直上來一直壓不下來 另外就是對孩子的一些口氣或者一些表情 或者他的某些言辭 有一些父母會反應很敏銳 就是好像被針刺到一樣 然後一下子情緒就上來 所以我想要放下權威來跟這個年齡層的孩子互動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多父母可能還要再多多的不管是修煉 或者是去上課、看書 這個不是說好像輕而易舉的我就可以度過小孩子的所謂狂風暴雨的時期 因為青春期又叫狂風暴雨時期 對 黑暗時期 那父母要陪伴孩子走過這個狂風暴雨的階段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些把孩子傷害的遍體淋傷 有些是被小孩傷害的父母焦頭爛耳、精疲力盡 所以我想這個階段對青少年的相處是不容易 那孩子在家裡跟父母的互動好 孩子出去外面跟他的同輩關係的互動也會比較好 在家裡如果小孩他大部分時間都是敢怒不敢言 那他出去外面他有可能他就會生氣凌人 他可能會去對別人在語言上或者行為上去霸凌別人 那他也有可能他出去很容易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別人慫容他去做什麼 包括翹克、抽菸、或者去調皮搗蛋 他很可能他就會被帶領 謝謝你觀看我們的影片 如果你很喜歡 歡迎你按讚、分享、然後訂閱 如果你對我們的影片有任何的疑問 想要了解更深入的話 就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寫到我們的email rjliu1126小老鼠 gmail.com